好,再來課本就請你翻到 正常來講應該是這裡 就是第2,4,6,8,9,應該第9個單字 沒錯吧,第8,第9,第8 第8個單字叫做le 第一個它是副詞 只是這個字比較常出現的 你先寫一下喔 小寫的1,它是副詞 那麼,或者是然後 可是要你寫個2 會寫在這囉 因為呢,它比較常出現的在這裡 通常它搭配的是end length 會有end 只是我們都會這樣子 動號,end 反正這個length會省略掉 然後接下來點點點點點 可是記住喔 因為你有動號的時候 先決條件表示前面一定基本款 有什麼東西 對,主詞加動詞 所以它的後面也一定有什麼 主詞 對,s加V 這樣子才是對的連接詞的功能 所以你會知道它連接的是兩個句組 可是還沒完寫個3 lan這個字呢 它當另外一個意思的時候寫個等於當時 等於 at that time 你們下一策的第一課就會學到了 它叫過去簡單式 也就是之前不是教你那個現在 現在式的司機是Is that Mark 過去式呢 What's Word 對,到時候就會學到它 那個at that time 中文寫下 我寫解字應該看得懂吧 這個是當 這個是時 當時 那因為我講當時 你一定在早就發射了 所以這個要搭配的 你要自己拿後面出來 通常搭配的那個b動詞 就是was 不然就是work 那不然的話就是動詞加1d 所以你要當第三次才會學到了 所以現在我們概念就好 叫做當時喔 不是然後 也不是那種 就叫當時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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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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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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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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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習慣這樣國字的順序翻 我寫給你看喔 我起床之後吃早餐 什麼叫起床 get out 之後 after吃早餐 eat breakfast 對,因為你們都這樣翻 你知道嗎?就覺得 寫完了 然後就覺得 欸,這體一滴一百分 你知道嗎? 沒錯吧 你知道正確的話會非常超級無敵可怕 我的branfest怎麼寫啊 三個一句了 你們自己起來 這樣對不對 好,我們先判斷一件事 第一個先請問你喔 你是先起床還是吃早餐 你一定要先起床嘛 你不可能眼睛閉著還可以吃早餐 那厲害誰誰為你啊 你真的是少爺還是公主嗎?不可能嘛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我說你們都照著飯 然後自己覺得 對,看清楚 after呢,前面應該要有S加V 對不對 所以他的後面應該就要有什麼? 也要有S加V 你少了誰? I 對,你少了I 沒錯吧 可是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你剛剛說 你是先起床 再吃早餐 可是我剛剛不是講的嗎? after這個A 後面要先接第幾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啊 所以你會很可怕的是 你吃完早餐之後 你才起床 所以這句話是完全不對的 那你應該怎麼寫?其實很簡單啊 第一個你要講我起床之後吃早餐 那因為他是先起床嘛 所以應該是 after 然後呢 I get up 對,after I get up 然後呢 多號 再來 I I get breakfast 所以千萬記住 有時候當然中文的確是可以幫助你去了解那個英文 可是你如果真的很依賴那個中文的順序 一個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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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下來 然後還自我感覺 YES寫對了 不要想太多 有時候你寫出來的句子呢 那外觀會覺得有點無言 也因為你根本是神你知道嗎 像這種句子是不可能出現的 OK喔 這個等到第三次的時候我們再來學 我只是先剛好講到這個字 enter 順便跟你講一下 好,刪掉囉 好了嗎 再來下一個單字是 story 沒錯啦 什麼叫story 你覺得故事可不可數 可以啊 你每天都會聽那個床庭故事嗎 你媽媽每天都還是會跟你講故事給你聽啊 喔,那不錯喔 好,來第一個 去Y加ES 因為故事可以數 OK啊 可是第二個 記住一下這個在英語裡面 我不講美語喔 我講的是英語裡面 story這個字其實是樓層 就等於floor 樓層 所以first floor 在英式來講 你有ground floor first floor 可是到了英國跟美國 記得一樓的講的方法不一樣 因為英式的跟美式的 你們到高中會學到一個 英式英語跟美式英語的差別 如果到時候你們的新的課本有改的話 說不定你在國中不學到 反正不管怎樣記得的話 樓層 這個字叫做story 也可以 好了嗎 所以記得喔 第一個它是故事 第二個它是樓層 好 先這樣就好 再來下一個單字 有發現它第一個寫動詞 第二個寫名詞嗎 其實嚴格縮小 我要先在這裡先提醒你 這個東西 我這一次唯一第一次要你寫BT 你知道什麼叫BT嗎 你們單字書裡面不是都翻寫BI跟BT嗎 先提醒你一個概念 這個LOVE這個字 麻煩你特別幫我寫給你聽 這個叫急募動詞 所謂的急募動詞 就是一定要有受格 所以你愛什麼東西 請你加個受格 那受格英語裡面就是O 所以你要講I love you he loves me 不能he loves 不行 所以他的後面已經有受格的這種動詞 叫做急募動詞 第二個LOVE 你覺得這個字當名詞說 有沒有辦法寫 這個人全身充滿愛 一個愛、兩個愛、一個愛、一個愛、四個愛、五個愛 數得出來嗎 數不出來啊 所以這個字 他記得 他是UC 沒辦法數 有沒有你們班的人一看他 哇他身上就是有光 背面就是有翅膀 看起來已經天使 全身充滿愛 你們有辦法這種人嗎 你看到他就覺得 這個人已經非常的有愛心 他就he is with love he is full of love 可以 好了 好再來選個三 猜猜看喔 lovely是什麼詞 我會這樣子講 對 記住 他是形容詞耶 說怎麼可能 不是RY都一定是副詞嗎 沒有 名詞加RY 其實大部分都是形容詞 所以像friend是什麼 friendly friendly是什麼詞 友善的啊 那個白不得的啊 所以他什麼詞 形容詞喔 所以形容詞加LY 才會變成你們認知的副詞 OK 所以以後看到LY 不要很傻傻的 全部都寫的 不見得 所以你有lovely 你有friendly 在這裡 好 所以你的anada 你的愛人怎麼說 你的愛人啊 所以怎麼敢 加個什麼就好 R 對 加個R就好了 就是你的愛人 對不起 我看一下 我確定一下 有在錄 下一票 不管你想到這件事 好 再來還有幾個 剩最後一個嗎 這個對話的最後一個嗎 還是兩個 兩個 好 那我們剩兩個 往下看 下一個叫 MAGIC 喜歡看火樹嗎 我是很喜歡看嘛 不過 因為為什麼他最真具叫 Devitt can do magic tricks 因為其實在 目前來講 美國最有名的 就是大衛魔術 那你要先寫一下 一 MAGIC 是神奇的 所以你看神奇的 把戲 我們就換成魔術 這也是第一個 寫上去 MAGIC TRICKS 而且一定是用DUO 變魔術的變 叫做DUO MAGIC TRICKS 再來二 你的MAGIC 就是你的魔力 所以有的人 已經現在打算 要當那個 街頭藝人 我們MAGIC 我真的有 有學生就是 去當街頭藝人 不過現在去街頭藝人 然後幾歲才能考 知道嗎 16歲 就是你要去路邊表演 然後跟人家拿錢 身後拿錢 你必須要有一張陣仗 那張陣仗16歲才能考 所以這個叫做MAGICIAN 就是魔術師 可是說穿了 我們還是不要知道 那個魔術到底怎麼變的 因為其實魔術都是假的 都是騙人的 知道的話 也就很不足 OK 所以第一個 它是魔法 第二個 魔力或者是內力 三 MAGICIAN 就是魔術師 好 這一個 對話的最後一個單字 叫HAN 猜猜看 吃 有 還是喝 都有 很好喔 對 所以第一個 你先寫個有有的時候 記住喔 翻成有有 很可怕 因為它不能加MG 知道為什麼不是有嗎 對 我們有就有 你有辦法就有辦法 絕對不會真的有辦法 不可能吧 你有媽媽就有媽媽 不會真的有媽媽 你有錢就有錢 不會真的有錢 所以第一個 那在有的時候 是不加MG的 可是HAN這個字 要有感的像之前 像你吃早餐 吃午餐 吃晚餐 我都建議你要HAN 不要寫EAT 因為HAN這個字 我們通常把它歸類成吃跟喝 吃我們是吃固體 喝我們是喝一瓶 可是你知道我們說 不像我吃飯一定要喝湯 你喝的是清湯 還是一定要有料的湯 要有料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吃有喝嗎 所以就EAT and DRINK 可是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變成HANVY 翻成正在吃或正在喝 可能要叫他囉 正在吃或是正在喝 自己寫上去喔 正在吃或是正在喝 小聲一點也會輪得進去 這樣可能就已經在很快 在網路上就完了 好了嗎 所以DrINK EAT and DRINK 可是寫個3 我有你有用HAN 可是男生的他 女生的他有會用哪個字 知道嗎 一個人 我們應該是還是 對誰記得喔 寫的是還是 如果沒有咧 如果沒有怎麼辦 簡單加個字 No 沒有可以 最後寫個4 最後寫個4 跟上了嗎 我留在這裡好了 來 最後寫個4 沒有寫個DON'T HAN DOSN'T HAN 看你要寫DON'T 還是寫DOSN'T 因為你要看狀況 我跟妳找DOSN'T BABY 一個人找的是超人 所以加上HAN 那妳有的這個東西通常是複數啦 好 所以這個我就刪囉 這樣就刪囉 好 再來我就得看動畫了 因為上次沒有讓我們看 快速看過一遍 在Amy's house 我把這把就弄她忘了 我把這把就弄她忘了 What are you doing Amy? I'm surfing the net Do you do that everyday? Yes I use the computer for about 3 hours everyday 3 hours? That's a lot of time Come on Don't you surf the net? Yes I do But I do it only on weekends Then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I play the guitar for an hour And then I write Really? What do you write? I write short stories I love short stories Can I read your stories? Sure I have one here Magic Girl Magic Girl 看過你耳朵嗎? 她耳朵 真的喔 你們看過那個Magic Girl 她耳朵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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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對從前 有一個人 有來 好來那我們就往下看囉 因為她昨天跟她講了 一聽到天啦 她一天可以上網三個小時 你可以上三個小時的舉手 真假的 你們可以這麼lucky 30分鐘都偷笑了吧 怎麼放下 舉手的人她們功課怎麼樣? 好 好 不方便講什麼 有時候也很難講 所以因為可能你是因為功課寫完 然後你有答到你爸爸媽媽的要求 你一天上網三個小時也說不定 好來 Land 寫個N的Land 那麼 通常會把這個N也可以寫上去喔 只是這裡一定要當副詞 那麼 接下來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好 把這個after work畫一下 那你下班之後 表示這個人應該不是學生了吧 所以可是也很難講 因為work有時候 可是你能夠work 別人能夠work 那你呢 動作完之後呢 你都會做什麼咧? 他們就說了 I play the guitar 好來把樂加樂器 寫上去囉 我們一年級下學期 不對 我是二年級就要英文歌唱比賽 所以現在開始有會樂器的人 拜託了 有沒有 開始 有空我們就要來聽聽歌了 所以第一個 born and our 這個n圈起來 我通常呢 下班之後大概 彈個吉他 彈個一個小時 and the man 這個land 一樣括號 I write 那這個write呢 你可以是寫戲 可以是寫歌 可是寫任何的東西 可是因為他竟然會講說他彈吉他 所以這個寫音是寫什麼? 寫歌詞嗎? 不然就是寫符曲嘛 他說Really? What do you write? 你呢?寫的東西是什麼? 結果我們猜錯了 因為I write short stories 記住喔 為什麼他story要去外加一件事 表上應該是寫短篇小說是很多篇 不然就是 short story 一個 不然就很多個 我呢? 我平常都在寫短篇小說 他說哇 I love short stories 我喜歡看到短篇小說欸 Can I read your story? 可不可以讓我看你的短篇小說 好把這個can稱起來 什麼時候我們用can? 語意 就是你的中文意思是需要那個什麼可以啊 能不能啊 會不會啊 那個時候我才用can 沒有的話 平常的習慣你就用do 可是記得有動詞 我前面一定用的會是珠動詞 不會是椅子 那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你的故事啊 看一下你的那個寫的那個小說呢 sure I have one here 來把這個one 他少了一個字 我其中剛好就有一篇短篇的小說在這兒 然後那一篇小說的名稱 所以今天考試不要忘記這兩個字要把它寫 magic girl 不過現在那個神地女超人已經不叫什麼 wonder woman 對我覺得他是所有 因為像我本身是漫威女 我比較是DC系列的女 可是反而因為這樣 真的因為神地女超人錯 好來再來連連看吧 連連看就好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 因為他要你看的呢 是跟對話相依嘛 所以來看清楚這兩個 這兩句都是他講的 另外一個講一句話 好一題呢就是五分 再把剩下下一頁 下一頁我們上網我們再來考 ok齁 因為這一些全部呢 都是跟你日常的習慣有關 所以第一個我就快速 這是第... 你知道第幾個 好是答案 get up 天女就是起床 可是你知道你叫某人起床 我們就會用wake up 把某人叫起床有沒有 叫wake一個人up 比如說 your mom wakes you up at six o'clock everyday 你媽媽每天六點準時 當當中叫你起床 所以把某人叫醒 我們就wake somebody up 你自己起床 就是I get up at six o'clock everyday 這有一點點小小的不一樣啦 所以自己想要說他是騙女 PHR 再來你起床之後一定要做的事情 接下來的下一個動作 你不要跟我說我從來沒做過這件事 哇那就可怕了 就是Brush once teeth 請問你幾顆牙齒 很多 你不要跟我說這一顆 你只刷一顆牙那也很好笑 那到底要刷門牙 左邊還門牙的右邊 再等一下兩顆嗎 所以Brush once teeth 記一下喔就是刷牙 所以你會這樣寫 有一個小小的E叫toothbrush 你說好 他以為他怎麼做一根牙齒 怎麼不是一根牙齒 一顆牙齒 記住喔 在英文裡面 我們只要在前面都當作形容詞 形容詞沒有人家用呼數的 我們就是用單數 所以叫toothbrush 就牙刷 OK了嗎 再來下一個叫做 刷完牙之後你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吃早餐 原來你從來沒做過這件事 不小心就透露出來了 刷完牙還要幹嘛 洗臉吧 對不對 有人說沒有你我吃早餐 有人透露沒有洗臉喔 紅 再來寫上去叫wash one space 掏一遍就好 有印象就好了 這一樣都是片語 目前為止因為都是動作 所以都是片語 再來下一個單字叫breakfast 寫一個you see 早餐沒辦法數 吃早餐就吃早餐 除非啦有一個狀況 你吃很豐盛的早餐有沒有 我早餐還好啦 就只吃六塊牛排 那個早餐就很豐盛很忙 那個時候叫have a big breakfast 這個時候你形容的這個呢 就是因為你早餐很豐盛 你才會夾餓 不然的話平常早餐是沒辦法煮的 可是我先跟你講齁 其實breakfast啊 它是兩個字的拆開 第一個叫break break是什麼 打斷 你把它打斷 Fast其實不是快 在這裡呢 叫做禁食 你知道他們那個鬼教徒啊 他們其實有那個 好像一個月嗎幾天 他們基本上呢 就是前一天晚上就不吃東西 然後一直禁食禁食到隔天吃的第一餐 就是把這個禁食這個動作給打斷的第一餐 所以也不會這樣 這個叫breakfast 就是你早餐 ok嗎 好 再來 那早餐吃完吃啥 沒有 你們有人接下來不是吃午餐 有人是吃六午餐的那一種有沒有 好 對 來先寫一個brunch 那為什麼會有brunch這個字 是因為它是breakfast的前三個字 加上lunch的後面三個字 所以加在一邊 應該說四個字 所以breakfast跟lunch 加在一起就變成brunch 就是介於早餐跟午餐中間吃的那一餐 這叫早午餐 所以lunch一樣喔 平常三餐都不能數喔 可是你 這個先寫個1 可是第二個要寫的是 如果你說我午餐吃牛排 我晚餐吃泡麵 假設這樣 那你通常你吃 你晚餐吃什麼 早餐吃什麼 要這樣子寫 have something for 三餐 所以早餐吃三明治 叫I have a sandwich for breakfast 我晚餐吃牛排 叫I have steak for dinner 所以你的那個吃的東西 放前面 三餐 放後面 好啦 再來下一個 算是我的最愛的客戶 因為不見得是你最愛的 OK 叫English 可是要記住喔 我們呢 在台灣現在學到的是 American English 他有跟我說 他不舒服 OK 所以第一個叫American English 就是美式英語 我們台灣其實學的是American English 然後第二個呢 叫英式英語 叫British English 你學的是British English 還是American English 我們是American 台灣的環境呢 是屬於American 美式 比較多 而且你們從小學兒美的嘛 兒童美語啊 何佳仁啊 佳音啊 格蘭啊 那個叫兒美嘛 其實台灣的環境還是偏向美語一點點 OK喔 最後一個叫Music OK了嗎 來Music呢 是音樂 你覺得音樂有沒有辦法數啊 沒有 可是要寫的是這個片語 因為我發現你們會忘記是這個字 聽音樂的T 請你記得叫做T LISTEN TO MUSIC 第二寫的音樂家 叫Musician 剛剛魔術師叫Magician Musician呢 就是音樂家 你有沒有喜歡的音樂家 有 OK 對有可能 OK喔 Musician叫音樂家 好 最後我們來看這裡 先把這三題寫完 對不起 在這邊 所以這些呢 要請你呢 在圖片下面其實 寫出句子的代號 準備囉 還好啦 其實不用命 Page 18 Listen and Match Match A My dad is having lunch in the dining room A My dad is having lunch in the dining room B B My brother and I get up at 6.30 every morning My brother and I get up at 6.30 every morning C I listen to music every night 好 紅币拿出來 我讓你自己蓋 I listen to music every night 好啦 來準備囉 答案是B A C